您看到这个是台湾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台中市西屯区有一个在建筑工地原本是要盖豪宅的 不过在施工的时候却发现说 这个地底下居然有埋藏着5000年前的人骨跟文物 而这是目前中部地区所发现最古老的人类遗骸 华世新闻也独家取得了这样的画面 在46剧的人类遗骸当中有一具非常罕见的母子人骨 母亲非常深情地看着自己来不及长大的孩子 而现在相关的古文物都保存在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至于这个遗址该如何保留还是要继续开发下去 现在也成了难题 2015年3月24号台中西屯区就给由台湾大道 安和路和咸河北向古城的区域里 建筑工地忽然涌进了大批历史和考古学者 这是华世新闻杂志独家取得的第一手挖掘画面 因为就在这个铁围里里面发现了台中考古史上 最古老的使前人类遗迹安和一致 那现在这个大批历文化遗物的出现 还有人骨 显然台中的历史整个都往前遗了 到了五千年这个阶段 妈妈手上抱着一个小孩 那从这个骨骼的情况看起来 这个妈妈的年纪也不大 那我们想当时大概可能是医疗环境不好 所以等于是说妈妈就跟婴儿一起就往生了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像是这句首次在镜头前 独家曝光刚刚出土的母子人骨 母亲还深情地看着自己来不及长大的孩子 显示当时的墓葬习惯 同时陪葬品里面更发现 来自东台湾的玉 甚至还有鲨鱼的牙齿 对考古学家来说如后至宝 但对地主和合作开发的建商 这样的消息却像是天外飞来的行货 因为这块炒马重划区 原本规划为低密度住宅区 建商和地主协议就可以开发 但以这次挖到的安和医治来说 一平的地价是200万 规划单栋有三四层楼高 算下来每栋都会是千万豪宅 但现代人骨文物已经出土 建商却得被迫暂时停工 等候市府开会评估 每拖一天都是损失 而珍贵的文化资产保存 和都市开发未来该如何取舍 这个难解题题 将留待台中市府 召集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 做最后的决定 记者萧凯瑶 五月台中采访报告